大家我是报主 妹子怀疑家里有陌生人闯入 于是打电话报警 殊不知电话早已被拦截 上人狂假扮成警察 问出了他的藏身地点 一部小有惊喜的惊悚短片 没有来电提示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若是像往常一样独守空房 一个人睡着一米八的西蒙斯大床 床上还放着一本书 估计是看到文科类的书籍 太枯燥乏味就睡了过去 这时候每边一个人 突然出现在镜头前 看了几秒就走开了 随着镜头慢慢靠近床边 一只黑手突然捂住他的嘴 等到惊醒过来 惨罚这次噩梦一场 客厅传来狗子的几声叫响 若是走过去一看 电视自动晾在那里 雪花一片 看来已经很晚了 电视台的人都收工消夜去了 若是顺手关掉电视 看到狗子一直在看着外面 开灯一看 什么鬼都没有 手机突然响起 没有任何来电提示 大半夜里还这样骚扰人家 明天不用上班吗 没想到地方是安保公司的人 现在还在上班 打电话来是因为 收到了若是家里的报警信号 若是已经好久没有连接报警器 也不倒存在继续付费使用 反正大半夜的 闲着也是闲着 安保小哥就吓唬他 有可能是阿飘搞的鬼 若是结束过各种思想教育的人 不相信这些所谓的什么鬼东西 安保小哥没有说太多什么 挂电话之前只说了一句 祝若是好好享受于世 若是一脸那个啥呀 现在的骚扰电话真是 比无聊之人骚扰客服妹子 还要凶 刷个牙准备睡觉觉 窗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头 停留了几秒钟就消失了 一看就是想要搞鬼的节奏 来到客历看到电视又亮了起来 狗子也在那里窜来窜去 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刚准备吃个干草牛和嚼烟 一个带面具的家伙突然冒了出来 一直敲打着玻璃门 若是手脚利索的趁机关上了床 面具人留到大门那里搞事 又被若是反锁了起来 看着对方一副霸王印象工的态势 若是孤家寡人的 吓得膀胱瞬间一阵膨胀 留进衣处藏了起来 面具人直接亮出工具 搞开了门锁 想去谁家搞事就去谁家 果然是歪恶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 趁面具人却另一边溜达 若是马上打电话报警 大通之后有一段语言的提示选择 若是选择了警察局 顺利转接到了相关人员 对方冒失有一段拖延时间 若是详细描述一下 闯入着的样子 孩子询问若是藏起来的具体地方 另一面的果子叫了起来 面具人马上赶了过去 回来的时候 昨晚工具上已经血淋淋一片 电话那边的人 孩子询问若是的范围 若是早已三回不见其破 指摆着调整人赶紧过来 说出来自己就躺在楼梯下的柜子里 对方说了一句谢谢之后 就挂掉了 接着一看手机 刚刚通话的不是报警电话 而是另外一个面具人 面具人拦截到若是的报警电话 并且假装是条子 问出了他的藏身地点 最终找到若是 成功做案 看完 我就想说 看来住大房子也不是很安全 容易招人注意 尤其是单身妹子 一个人住的时候 各位住大房子的单身靓女 如果还怕有陌生人闯入的话 可以来找我 热线电话 一路发发发发发 发发发发 等你哦